2023年LinePay支付要用什麼卡比較好呢?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排行榜 1回饋%數由高到低來做排名 我們會從最低台信阿哥哥卡3.8%回饋到最高 台中銀行MySense卡20%回饋 一一跟大家解說 推薦第10名是台信阿哥哥卡 它也是第6屆觀眾票選 大家選出來第4名好看的卡片 這張卡片在2023年4月份開始 它沒有了5000塊的低銷 在LinePay、台信Pay還有全銀家Pay等通路上面 直接綁定刷卡就有3.8%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可以刷30303元 最高就可以拿到1152元的現金 活動期間是2023年的4月1號到2024年的3月31號 提醒你需要綁定Richard數位帳戶來扣角卡費 而且要設定行動帳單或者是電子帳單 才符合領取額外加碼的資格 都已經幫大家整理好了 如何免年費?很簡單 此卡期間認帥一筆 2023年就想免信用卡的年費 有興趣的話這邊可以直接掃碼申請 由於現在沒有任何的活動 所以推薦你先申請台信 Gokoro Rewards聯名卡 之後再以救護的身份加班這張卡片 你的回饋比較多 第9名是遠東信用卡 你只要在每個月的1號凌晨在線上做登錄 有登錄到的話都可以拿到5%的回饋 每個月可以拿多少呢? 200元的刷卡金 所以回退你大概刷個4000塊就符合資格了 可以參考我們這邊整理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這邊可以掃碼辦卡就可以拿到這張卡片囉 再來要推薦的是合固的愛想樂生活卡 它有6%的回饋 不過提醒你這張卡片需要有新增消費2999元 如果你沒有做新增消費2999元 你就拿不到LiPay 6%的回饋 每個月可以刷2000元 可以拿到120元的刷卡金 有興趣的話這邊一樣可以掃碼辦卡 推薦第7名是陽性銀行的JCB卡 這張卡片其實去年就有一樣的活動了 你只要把這張卡片綁定在LiPay上面 只要是新户刷卡就可以享有6%的回饋 舊戶的話也有3%的回饋 如果你是新户刷6000元可以拿到360元的刷卡金 其實新户真的比較划算 可以看一下這邊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這邊可以直接掃碼辦卡 推薦第6名是兆豐銀行的BT21聯名卡 這個卡片非常的可愛 之前有跟大家做過介紹 它在2023年的回饋其實也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兆豐新戶的話 你可以拿到5%的回饋 如果你是舊戶就只有3.5%回饋 新戶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109年1月1號以後沒有持有兆豐卡的人 或者是你從來都沒有申請過的 那麼你就是新戶了 指定支付有哪些呢 像Apple Pay Google Pay 台灣Pay Line Pay 跟接口支付都符合資格 每個月可以刷多少呢 每個月可以刷6000塊錢 拿到300的回饋 如果你是舊戶的話可以拿到210的現金回饋 這張卡片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首年免年費 申辦電子帳單想終身免年費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碼申請 推薦第五名呢 是SNY信用卡 這張卡片呢 在2022年呢 有20%回饋 非常厲害 在2023年呢 稍微縮索一點 來到了10%回饋 但是仍然好用 怎麼用 我跟你分享 你只要把它綁定在Line Pay裡面 每一筆消費都是至少100元起跳 那麼每個月呢 總total有到3000元的消費 就可以拿到300的刷卡回饋金 新戶至少1500元 舊戶至少要3000元 才拿得到回饋 有一個低銷的門檻 跟一個天花板上線 請你自己就是要抓好 來看一下這個相關的資訊 指定的支付呢 這邊有哈布隆隆 至少有10大行動支付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 這張卡片呢 需要你先申請數位帳戶 才能夠申辦信用卡 所以有興趣的 請你先掃碼開戶 現在要分享的第四名呢 一樣也是兆風的 這個利多商旅卡呢 這是之前冬奧卡片 蠻漂亮的 這張卡片你只要每個月有做登錄 登到的話呢 刷1000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小器商品券 等於是10%的回饋 每個月呢都要重新登錄 有登到再來刷就好了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一樣可以掃碼辦卡 推薦第三名呢 是回饋已經飆到11%的 卡納赫拉聯名卡 這個和庫的卡納赫拉聯名卡很漂亮 但是呢它都有低效的限制 就跟剛剛介紹過的這個 和庫的愛想樂生活卡一樣 都有低效至少要2999元 如果你不喜歡低效的話呢 這張卡片你就可以掠過了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一樣可以看我們的 這個資訊介紹 而且申辦信用卡的QR Code在這裡 第二名呢是Linebank快點卡 其實Linebank快點卡呢 在2021年呢風生水火 但2022年呢 其實整個就弱掉了 那現在其實已經沒有什麼 太多的網路聲量在討論它 不過呢 它的指定通路11%回饋 還是蠻吸引人的 你每個禮拜一到禮拜四呢 把你的卡片權益 轉換到快點便利購 那你就可以拿到指定通路 比如說四大超商呢 最多可以來到11% 刷100元可以拿到11點 禮拜五到禮拜天呢 記得把你的權益轉換到 快點出遊去 那麼你在星巴克 或者是在中油所做的加油消費呢 滿100元就可以拿到11點的點數 提醒你這個活動期間呢 是1月1號到3月31號 活動結束之後呢 他們會再推出新的活動 記得上官網再去確認一下 免年費門檻很低 只要有這個賬戶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碼開戶 最後第一名呢 是台中銀行的MySense又有預期卡 這張卡片呢 有20%回饋 多厲害 第一個10%呢 是每個月要進行登錄的 有登到的話呢 你只要刷2000就可以拿到200 第二個10%比較麻煩 你必須要在非指定通路的地方 先刷個2000元 那麼你在指定通路 才可以有10%的回饋 所以最高呢 就是刷2000塊 可以拿到400的刷卡金 如果你覺得要做登錄 而且要有新增消費非常的麻煩 那這張卡片就不適合你啦 最後來跟大家聊聊喔 這個LinePay 寶可夢到底都怎麼用呢 我這邊呢 整理出了我自己很常用的 五張卡片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就是華南的SNY信用卡 這個有10%回饋 我通常都把它綁定在LinePay裡面 來做小額支付 只要單筆買100元 就會優先用它來做結帳 那第二個呢 就是趙豐的利多商務預期卡 這個10%回饋怎麼做 我通常都會在Line禮物上面 來買禮券 送給親友送給粉絲 所以這個每個月刷1000 拿100是一定拿得到的 LinePay快點卡的話 禮拜一跟禮拜五 都會拿來解任務 都至少有11%回饋 你上面的權益都已經解完了 也不知道要刷什麼了 那你就可以使用BT21卡 那至少也有3.5%的回饋 最後的話呢 就是我現在也很常用的 叫做將來銀行的江江卡 為什麼要用將來銀行的江江卡呢 因為它現在的權益 不是只有1.5%嗎 如果你有在APP開啟 這個點數摺底的功能 直接刷卡 不僅可以賺到1.5%的恩典回饋 還可以拿來折頂你帳上的恩典 所以我把它拿來綁定 在LinePay裡面做支付 其實等於是直接抵扣的恩典 都沒有花到錢 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的 最後來講一下結論 這一次介紹了至少11張卡片 到底要怎麼挑卡 你可以先從你自己常常使用的通路 來著手 比如說LinePay的話呢 你就可以挑個3張高回饋的 然後辦下來使用 那等到下一季呢 權益又變更了 你就再來替換不同的卡片就好了 你不見得10張卡片要全部都辦下 只要挑2到3張有高回饋的來用 其實就夠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分享給 身邊是LinePay的重度使用者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透過信用卡 省下更多金錢的省錢妙招吧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